嗨,大家好,我是Kevin 你是否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忙碌 却始终没有看到理想的成果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里 你都不停的奔波 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任务和解决不完的问题 你拼命的努力 试图通过加班、加点压缩休息时间来实现目标 但最终成效永远不如预期 或者是常常发现自己付出了100%的努力 却只能收获到微不足道的结果呢? 这种感觉是不是还感到沮丧甚至迷茫 明明已经非常努力了 为什么总是是被公办 你可能开始质疑自己的能力 甚至怀疑是否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 其实呢,问题不在于你不够努力 而是在于你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如果我告诉你80%的成果 可能来自于你20%的努力 而你却花费了大部分的时间 在那些无法产生明显效果的事情上 你会怎么想呢? 这就是8020法则的核心理念 我们可以称为帕尔雷托法则 毫不夸张的讲啊 它揭示了影响力和效益的不对称性 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忙于各种琐事 疲于应付不断涌现的任务 却终忽略了那些真正能够带来价值的关键行动 于是你不断重复着无效的努力 却始终无法突破现状 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够找到那20%最重要的任务 集中精力去完成它们 你的生活和工作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用这个公式你可以赚更多的钱 更不用做更多的工作啊 顺便一提 我的频道主要分享理财提升自我的 如果你不想出过免费讯息 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如果你怕听完了以后忘记了 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 确保忘记又还可以从播放列表找回 好的 那么什么是8020法则呢? 我们也可以称为帕雷托定律 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托帕雷托 他在19世纪末提出一个原则 这个法则的核心观点是 在许多情况下80%的结果 或产生出往往来自于20%的原因或努力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神奇的法则呢? 其言语他在花园中的观察 帕雷托最早灵感来自于一个非常普通的场景 他在自家的花园中观察到 20%的挽动甲中产生了80%的挽动 他发现少数挽动甲占据了大多数的产量 而其余的挽动甲产量较少 这一观察引发了他思考 这种不对称的分布是否存在于社会的其他方面呢? 尤其是在财富的分配上呢? 然而他带了这个疑问 帕雷托开始研究意大利的财富分配情况 他统计了不同阶层的人口和他们所拥有的财富 结果意外的发现 意大利80%的土地和财富被20%的人口所掌握 这一发现 帕雷托意识到财富在社会中并非平均分布 而是集中在少数的人手中 然而这公式不仅适用于经济数据 它还可以应用在个人的生活甚至企业上面 例如苹果公司分析销售数据后发现 80%的销售来自于20%的新产品 通过识别这些关键产品 公司决定将更多营销资源和货架空间 分配给这些高销量的新产品 同时减少或淘汰那些旧款式销量较低的产品 相信身边一定很少还在用iPhone1到4的机型吧 就算有 软体也不会资源更新了 或者是你先拿出你的手机 除非你已经看过我的这部影片 不然我肯定你一定下载超过20个以上应用程式 但我敢打赌 你只会定期使用10个软体以内的左右对吧 甚至更少 要记得它不一定是80-20比例 可能是70-30甚至90-10 关键是在于三个公司上的输出 在这边我们先卖个关子 我们也可以以YouTube为例 在线上的互动率也是遵循了帕雷托定律 我们也可以称为90-91法则 大到自检 现在看本期节目的你 是的 就是你们 现在看了这个视频 90%的人只看视频 9%的人会通过点赞 甚至底下留言互动 1%的人会积极的人 在视频底下留言 进行更多的互动 如果你是90%的人 只是被动的观看 那么你现在要机会通过 轻触点赞按钮 加入1%俱乐部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帕雷托定律呢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更快实现财务自由 首先我的目的是要帮助你透过更少的工作 获得更多的收入 不管你现在是在正职工作 还是在创业的路上 或者是你现在正当的是个全职妈妈 如果你现在还在为别人工作 你想要开启其他额外收入来源 例如兼职 但你发现你根本没有时间 那么你只需要将这80-20法则 套用在自己的身上 全天花费的时间事情 还有这些事情带来的结果 你们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放假的一整天 你是否将于80%的时间 都花在无关紧要的上面呢 不管是追剧 还是看抖 短视频 或者是发呆 然而这些事情 对于你实现财富自由的目标 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但不用紧张 以下这些事情 你只需要跟着做 这将立即对你有帮助啊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呢 接下来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地方了 仔细听好咯 第一 每天晚上睡前写出 你明天要做的任务清单 第二 有助你实现短的目标 和长期的分类 第三 如果你将它们分类 那么实现几天 你就会发现 你该在哪些事情上 花更少的时间 甚至可以省略 经过这三个方法 你会有更多的时间 专注于做那些 可以帮助你实现财务 自由的工作 假如你已经开始创业了 或者你已经开启了 一间饮料店 无论你是在销售产品 还是服务其他什么 你都可以使用帕里头定律 例如说 你有十个客人 或者你销售十种产品 你可能会想说 我可能需要把这十个客人 耐心的把它照顾好 但是 如果你经过调查数据发现 你会发现80%的营业 可能来自于20%的客人 或是产品 大到至简 不要把你的注意力散开 你需要做的是聚焦 把你的注意力 专注在他20%以上 这样才可以帮助你增加收入 因为你可以节省时间 做其他事情 或者是开辟其他业务 要记得 收入只是财富公司的一半 下半部分是你的开支 今天我也可以跟你证明 你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内 经常喝昂贵的星巴克咖啡 我不知道你每年基本开销 花了多少钱 但是呢 我们可以举例 台湾每年家庭支出 就好像台湾家庭 一年的支出 大约为105万到120万新台币 大约美金是 35000到440000美元 这些数字包含日常开销 食物 交通 教育 还有娱乐 保险等等 接下来我们可以划处一张图票 没错 或许聪明的你们已经猜到了 我们就可以使用帕磊托定律 接下来是一个思维的实验 将永远改变你对金钱的看法 让我们假设 我们下定决心将所有的类别 减少10%的开支 假如你付出了同样的努力 最后结果会让你震惊 我们运行80%的分类数据 我们只能大约得到2.6%的储蓄 然而我们如果只运行20%的分类数据 那么这里的分类就会有更大的贡献 可以获得三倍的高储蓄率 即使你将对应总支出7.4% 如果你们觉得说 OK Kevin 这样子我听起来好复杂 我根本听不懂啊 那么我来用另外一种更简化的方式表达 如果你这个月总共支出是6000美元 4800或是80%的费用支出来自于20%的类别 剩下的1200美元或者是20%的费用来自于80%的类别 我们可以假设你喜欢吃麦当劳 突然间你发现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神仙跑来帮助你 你只需要花600美元就可以吃到全世界麦当劳最好吃的汉堡 非常明显 你需要在某项支出上剩下600美元 因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好吃的麦当劳汉堡 你完全没有办法拒绝啊 相反来说 在4800美元上的开支上 600美元 而不是从1200美元上拿出600美元要容易的许多 如果你真的80%的类别中省钱 也就是从1200美元拿出600美元 这并不会降低你的总体成本 更有效率的方法 而且更容易让20%的类别发挥它的实际作用 这就是你可以实际购买你喜欢喝的星巴克的原因 各位兄弟姐妹们 你们可以问问自己的支出与平均家庭收入接近吗 总结 关于住房 你能够一开始先买来租人玩点享受 后期再买喜欢的房屋自住吗 关于交通 你可以换一台安全舒适的便宜汽车吗 或者是改搭成大众运输呢 关于保险费 你能比较一下不同公司的价格 换成成本更低的产品吗 但是呢 还是要送给大家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你完全可以使用这个公司 重点呢 不要过度于使用它 有时候使用它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好处 有时候我们做20%的工作 无法带来80%的结果 有时候我们需要去磨合 然后熟悉工作 例如说你是一名写小说作家 当第一次开始写作的时候 你一定要为你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作品 付出100%的努力 因为你不知道写出来的内容 是否大众会喜欢 你只有做出来之后 再慢慢的修正修改 为自己前期复盘 这样子你就会吸引大量的经验 知道大众如何才会想要购买你的小说书籍 一旦你写回了这个过程 了解喜欢人的内容是什么 想要什么 或者是看完这本小说有得到什么 你的小说就会无比的受欢迎 大道自检 除非你先付出100%的努力 否则你无法确定20%的工作是什么 也就是说 是什么可以让你省去80%的工作啊 好的 以上就是我分享如何使用帕雷托定义的原则 有什么疑问可以给我留言 只要你们能够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 让生活上过得更好一些 我就心满意足了 那么如果你不想出过任何知识 自我提升的达到财务自由的免费讯息 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然后无视的把影片分享出去 我真心祝福兄弟姐妹能够早就达到财务自由 好的我们下次见拜拜